大家好,歡迎收聽利視台,我是瘋仔 星期三晚凌晨進行了週中的英超寶賽 高普任內最後一場的墨西塞特郡打比戰 我們作客去到葛迪順公園對著埃華頓 前瞬已經和大家打定了底,作客的打比戰本身就很難打 一季只打兩場球的埃華頓往往對著我們都上了身 近六次作客的打比戰就只取得一勝五和的戰績 球隊近況本身也不好,再加上一些突如其來的雙拳 都令到我們上場稍為有改善的表現再次沉入河底不復見 最終我們是2-0輸了這場打比戰 基本上就正式和聯賽冠軍告別 來到這一刻,告別高普的球季看來就只得一隻聯賽盃可以賣尾 未至於四大街空,但和之前士氣高將上四線並進時也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看看我們的出場陣容 滿將艾利、神中堅、雲迪克和光納迪 左閘羅、拔臣、右閘、阿易山打落 中場房、中密卡利士達、中場中、居歷斯中斯和蘇寶斯禮 前線由於早達受傷和家譜因為女伴要生兒子準備做爸爸 所以兩個把握力最好的風象都缺陣 要用左翼迪克斯、右翼沙拿、中鋒、紐尼斯這個組合 後備席上面有門將吉利夏、中堅、祖高美斯和坤沙 左閘森美卡斯、中場遠行航、加分比、艾利諾和鮑比奇 前線就只剩下單屍一個 而這場我不會再講一場球的仔細發展 單刀直進去把這場球令人最失望的地方和大家分享 我已經不敢用這場是今季最令人失望的比賽 因為其實都有不少比賽可以競逐這個名份 近代的利物浦由高普所帶領 甚至乎再早一點的年代謝拉特、Spicy Boy的年代 我作為利迷覺得這隊伍最吸引人的地方 往往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那種不放棄的精神 那種未必最終可以贏到的 但都會駁盡無悔 有一種血性吸引到大家去支持他們的創造奇跡 以往很多很多的神奇比賽我都不想在這裡細數了 但我想說今場的比賽 甚至乎近來的表現都是很令人失望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隊伍失去了這種血性 就算說今季初季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靠這種血性打上去榜首 女女要吃紅牌打消過 甚至乎對熱刺的時候打消兩個 再加一個合法入球被取消了 我們仍然都可以戰至最後一刻 今季我們是從落後位置拿到最多分的球隊 即使防守真的有不集中有漏洞 但我們最終都能夠堅持到最後的鬥志 就幫我們在比賽的尾段找到出路了 過程未必完美如意 但賽果上仍然有修成 這也是高普2.0中場換代後 明顯對球的早軍未完整 傷患問題甚至迫到我們要用前鎖 我未有這麼多青分小將出場 但仍然都可以挑戰人各項錦標的原因 但來到最近幾場的比賽 這隊利物浦真是有種陌生的感覺 基本上真是自從足總盃對曼聯之後 整隊球的精神面貌都不同了 當日90分鐘內被追和 加時大家已經累到沒有力 跑不動 換進來的球員也救不回場 然後聯賽再對曼聯的時候 當我們被反超前2比1 整隊球的感覺都不太鼓起 沒有了爭勝心沒有了信心 然後接連主場輸給亞特蘭大和水晶宮 全部人都好像不再鼓起漏氣 到歐伯八強的次回合撞克亞特蘭大 我們當然都知道落後三球是很難創造奇蹟去反勝 但那場球我們很早已經開到記錄 就算上半場浪費多一兩次的機會 都還只是差兩球 以往追巴塞本時半場不是只有1比0 但今場下半場出來 整隊球在後場猜來猜去探慢板 你完全感覺不到他們下半場出來還是有心想追 只是想省水省力的踢完這場球就算了 這麼早就放棄的利物浦 我真的覺得很陌生 而來到今場 畢竟都是打比大戰 對方護級都上了大半岸 我們就需要捉緊每一場的勝仗去爭冠 目的大家是有很明顯的分別 但對方踢出來的鬥志 差點5-5球的決心都贏了我們 圍著猜斬進去也沒有質素 跑動又不夠多 創造到的機會又把握不到 整件事尤其下半場塞了第二球後 先不論我們球員們的能力狀態是怎樣 但憑著跑動和肢體預言 都完全感覺不到他們有多著緊這場同時打比 雲迪克賽後做訪問都說了很多殘酷很現實的批評 他說對球隊很多方面都很失望 如果每個人嘗試看著鏡子再看看自己踢成怎樣 他們是不是真的已經盡了力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還想贏得聯賽冠軍呢 之後是還有比賽 但如果我們繼續踢到好像昨晚一樣 爭搶贏不到球送很多罰球給對面 根本就不會有機會贏到冠軍 我們對著一些護級球隊一定要表現得更好才行 上場我們曾經有些很好的機會把握不到 後來急著上攻就變成斬了很多很容易被人解圍的球 總之最後都是我們踢得不好 就好像對水晶攻的上場一樣令人失望 這段就是倫迪克在賽後訪問的說法 他都很直接地指出了整隊球是否有個決心展現出來想贏呢 而高普來到這一刻都實在是無力回天 不是說高普不行 就算他帶隊最後這幾場吃成怎樣也好 他始終都是我們近代最成功能的名流千古的領隊 但當他1月已經宣佈了夏天要離隊 設下了一個計時炸彈給整隊球 最初看大家就血性澎湃很想幫忙充個四罐回來送別高普 但這些血性究竟可以持續多久呢? 可能幫我們贏了聯賽杯回來 但萬一事成發展開始不如意 計時炸彈就爆開了 經過了足夠背後信心球隊就開始崩潰了 高普這個張酒之人還可以憑什麼去鼓動球員為他賣命呢? 就算你的感染力再強 有些事實你改變不了你也很難挽救到球員的心態 球會除了高普離去外的管理層也大換班 甚至乎權力架構都有明顯的轉變 由高普這個領隊主導就變成了由體育總監李察曉事 又或者再深一層的FSG足球行政總監米哥愛華士去話事 我都不是第一次提及這件事 作為現在隊中的球員 一個月之後他們的前途都還是完全不明朗 順風順水的時候就不想太多 但一遇上逆境 所有的心理問題都會一起浮現 即使是高普都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壓低 所以真的有不少深不在然的球員 沙拿、紐尼斯、蘇布斯麗等等都是這樣 但同時有些位置除了球員散心之外 高普也有暫存在 之前沒有做好輪換取乾主力 這些事都說到口臭了 而最近越踢對手就好像越捉到我們的弱點 怎樣入我們球 怎樣令到我們只能夠從外圍猜球 而入不到危險區域 近五場球中我們有三場球都沒有入球 有一場入到一球都只是12碼 所以情況是多麼糟糕 但高普只剩下一個多月的任期 他已經放棄了去大執 開發新的東西來幫球隊解決問題 上季3月國際賽周後 他可以大執對球 被亞利山打龍打內收的閘位 來換取最後十一場球的不敗 追不到前四的但還有一個第五可以打歐把 但今年來到這一刻他都快走人了 踢得好踢得差其實都只是差四五場球他就收工 還怎會有心思走去大執對球呢 對水晶攻對富咸 你都看到他們是很冷靜的 常常坐在場邊 沒什麼大叫去提搶 甚至乎今場輸球的時候出現了苦笑的樣子 其實是有點像平時的教練 接近被炒的時候那種輸球的表情 太早跟球員說要走了 雞血的效力其實維持不到四五個月來到歸尾 現在這一刻都很肯定 高普他們已經是陪天佛力了 今季接下來的幾場都預算是捱到最後 總之不失去前四下季還有得打歐聯 他們就算數了 除了心理影響之外 我覺得今場 教練團對於防守死球的部署其實都是做得很差的 沒錯 球證今場有些問題 前段真的隨便對手點一點 就馬上跌倒都會馬上吹到佛球出來 曾經畫面數據上 前面踢到三十多分鐘的時候出現過 我們犯規九次 而對方只有一次的情況 但我們有七成的控球率 而對方也都利用到這些罰球製造一些切切實實的威脅出來 而他們的招數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就是球球都是斬去遠處的位置 設法中間就行 直接攻門也行 總之基本上就斬去遠處搏 找些人多湧過去搏一搏 幾球都是同樣的處理方法 但我們就一次又一次被人用這種方法來製造到攻門 再製造到混亂 失球之前已經有下達哥司機遠處頭鎚 二傳給另一邊的卡法羅雲頭鎚 攻門 艾利神推到龍門新手打球出來 失球那一刻都是斬夫位置先在遠處頂到一個佛球大撻頭 然後我們幾次解圍機會都不能夠清脆踢出去 然後就被人在門前射回網 佛球的防守佈置已經差了 但角球的佈置我覺得簡直是瘋 如果你說愛華頓的死球高空威脅除了兩個中堅之外 都肯定卡法羅雲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人物 而我們的角球佈防守 是半區域防守半釘人 但看看我這個藍色圈圈的位置 釘人的對象竟然是沒有卡法羅雲粉 入球之前他在遠處的位置 完完全全可以在禁區裡任意走中 旁術很簡便 將責任歸咎到亞歷申達阿洛 說他為何可以完全不標準 又得人們升起跳頂禁詞才拍到身 但其實阿洛就是被安排做區域聯防的防守尾處的人 本身他都不是用來記錄人 然後卡法羅雲放在阿洛和雲迪克中間的位置 本身就已經是前過阿洛的防守區域 他會早一步拿到球 就算阿洛早一點有反應 其實他也制止不到卡法羅雲有助跑起跳頂禁詞 又或者其實如果球可以斬出一點的話 不是進入到小禁區的地帶 我都挺肯定卡法羅雲頂到球的時候 他的空位是空過上太空 只是因為這球球最終頂的位置在小禁區內 所以才看起來好像是阿洛要記錄他 而根本我們角球防守的布置就沒有派人去看卡法羅雲 球員們就算做些什麼其實都補救不了多少 距離最近的阿洛就變成了代罪羔羊 況且任何防守問題你怪到他的身上都好像特別合理 但其實我就挺肯定 這就是球隊死球防守布置的問題 而不是單一球員防守不集中沒有釘人 因為比賽後一點的時間 愛華頓有連續三次角球的機會 布防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我保留這三球的截圖和圈著卡法羅雲的位置 每一下他都能夠有很大範圍地自由活動 與其將習慣怪落哪個球員不集中 我就不太相信連續四個角球 都有一個人不集中釘防卡法羅雲 而沒有教練和隊友去提醒他們 所以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本身的防守布置就是這樣 根本就不是一些個人的漏洞 死球無論攻守 在現代足球的重要性都已經越來越大 曼城和阿仙奴都有專責的死球戰術教練 而我們都曾經做過角球入球數字最多的球隊 不過現在這一刻 我們死球攻守的能力都實在不是頂級的水平 這類型的問題很難在一時三刻裡解決得到 高普亦都應該不會再花心思去搞 看來都是要預算下季新教練來到才能夠收拾得到 講完鬥志和教練團的戰術問題之後再講一下球員 其實除了迪亞斯之外 我想只有小麥和艾利神算是比較接近踢球 其他人的表現我覺得完全可以用差去形容 講小麥都不是特別好 好幾個人的狀態簡直是差到沒有人有 而且都不是近來的事 最明顯就是沙拿和紐尼斯 兩個人無論是控球還是大好機會的賣滿 基本上近來就沒什麼邊腳是好的 紐尼斯都幾離譜地今場是多次交到球 控得到其實就已經面前是個大好機會 但一次就腳底漏過了球 一次就控後搞到要回傳給沙拿射 另一次真的控得好 沙拿的短傳就突破成功了 但偏偏就合眼大大力地轟到近柱門將封了位的地方 這些球比祖達和家普都很肯定他們不會這樣處理 射近柱你其實就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衝網頂 不然你就不如射遠柱拿網仔 你這樣狂抽起來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就算放我下去不怕球給你省 基本上都九成是這個球不會入 迪亞斯之球都有球近似的機會射到迫復特的腳 但那下都叫做紐尼斯的頭鎚二傳 第一時間對個不貼地的球撞射難度是高一點 以迪亞斯的射術都要求不到太多 但紐尼斯那下真是自己控前的貼地球 射不入是沒有任何理由去辯解 當刻如果我們靠這球追成1比1平手 整場球可以很不同 而紐尼斯那基本上連腳 像樣的賣門都欠奉 捉著邊路也沒有特別發揮 過人也過不了 傳送有一兩下OK 但大體也符合不到大家對這位球星的要求 射門有大部分都不中籠散路人家 已經7場球沒有入過12碼以外的球 對上一球就是3月31日對著百里頓入 季初至季中的階段 大家都踢得順風順水 我經常用五大尖刀這個名詞去形容我們的風扇組合 全歐洲最快取得五個雙位數字入球球員的隊伍就是我們 但現在我真的不敢再擺這個名詞 賽前已經說沒有祖達 我們正選一定要有家普 否則只剩下另外的三個 買換能力就真的沒眼看 結果家普臨時因為要做爸爸而決陣 迫著用這個三人組 把我們上場贏的前線希望都收走 聖孝語號大家就見得到 以前的人喜歡說進不了球的前鋒是膠刀 當年舒夫真高都是由軍刀變成膠刀 但迎合最近香港所謂環保走數的潮流 我們發現了膠刀也不太差 現在迪亞斯、紐尼斯和沙拿三個賣門能力 應該可以合稱三大木刀 除了前線還有中場位置說真的 全部狀態都很一般 小麥我覺得算是唯一一個稍微好一點 但亦都肯定沒有之前那段那麼搶眼 遠藤巷落到來 簡直有點災難的感覺 一落場立刻控掉腳球差一點就直接輸了 又有幾次防守靠犯規的情況 所以防中位置現在真的不能不找小麥先頂著 而中場中亦都搞不定 中斯很多人罵他 的確他相遇復出後都沒有哪場球是踢得好 但其實很多時候同場次踢得比他差 又或者直接引致球隊輸球的球員都不少 往中斯都是受了把被人罵得罵得罪金 就好像蘇布斯麗一樣 其實近來他表現都很一般 今場和中斯都幾乎是忍了型 甚至對亞特蘭大的時候 如果不是他的回傳失誤 主場不會塞到第三球的話 我們次回合還是大有作為 但往往蘇布斯麗所受到的評擊都比較少一些 甚至後備落場的艾里諾進來 都幾下斬球太過鐵門直接送給迫福特 論實際作用我覺得中場那麼多個其實都是一般 所以賽前我會說現在根本中場裡面 沒有一個人為人好鐵膽的可以踢正選 根本大家的狀態和表現都是海軍鬥水兵 而就算後防其實都是很一般 羅伯神幾次助攻去到危險的區域 踢不中的球或者直接踢出界 阿洛上半場都算好些的 有少少助攻或者好傳送出現過 但下半場體能下降又開始沒什麼表現了 江拿迪和雲迪克我覺得今場都不是很對路 作為一個大大隻的黑人 江拿迪身體質素一向都是非常之強大 但和卡法路雲爭位的時候 他變成了一塊紙板那麼容易被人推走了 甚至雲迪克幾次在死球那裡 守美處都是被人套過了 雖然賽後隊長他公開地表達了球員 沒有表現出想要奪冠的決心 但我覺得他也是其中一個沒有展現到應有決心的人 但感激心的比賽我都不想再說太多了 即分榜現時我們就排名第二 落後阿仙奴三分 兼有15個失球差 而曼城排第三就落後我們一分 但打少兩場 基本上要他們兩隊都有兩場失分 而曼城還要其中一場是輸球 我們才會有機會追得上去 更何況我們接下來還要 作客韋斯咸主場對熱刺和作客維拉 幾場的硬仗我們自己應該都很難贏得完 上次對水晶弓可以說是主動送走增冠的主動拳 而今場就是真正把增冠的機會都送走 好不甘心的是今季被曼聯和愛華頓兩隊死敵 就斬斷了櫻超和捉總盃兩行賽事的進展 而且那幾場球都是表現得不好才慘 不過幸好我們之前都積落了一定的優勢 現時我們領先第四的維拉就8分 領先第五的熱刺14分 但打多兩場即是計失分的話 熱刺和維拉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得失球差都比兩隊好20球以上 所以同分的話我們就肯定排先 暫時來說我們剩下的四場球 最多只需要拿多4分 就能夠確保前三的席位 來到這一刻 真是可以說去到一個等完季收工的狀態 全德最熱門的新應隊人選史洛那隊 對飛彦樂也是差不多的狀態 看來大家可能可以早點著手賣班去準備 或下季都可以了 希望接下來可以看到高普真是放開手 給多些小將或輪換球員出來 我們對富咸長波都是靠一些有活力的人腳來贏 而不是一群一路沒有太彈 而是一路在踢的球員 還有有不少的主力 接下來夏天都還會踢歐洲國家杯 我想他們都會為了這件事而小心點 不要弄傷自己 尤其好像早達那樣 上次才重傷不能踢世界杯 現在一定會更加疼心一些 好啦 下場波其實很快又踢了 星期六晚的七點半我們會撞客韋斯咸 雖然現在都已經沒什麼期望 但都會陪高普走最後這幾場的路 好啦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雷斯台鳳比賽每天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和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視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